大家好,欢迎收听网向编辑部节目 今天有我新西兰的易得投影,还有澳洲的真bc 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网向编辑部正向报道晒冷气 继续装大中南模式的力量 好了,今次想跟大家讲一下一个话题 现在很多媒体说 现在是中美的对立 可以说得上一个新冷战的开始 很多媒体大师吹捧这种说法 现在全世界都在打一个冷战 就是一个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 以及以中国为首的一个所谓的独裁世界 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留意到美国有些社论 很多篇都是在讲 如何打这场冷战 我个人真的不认为 现在有什么冷战发生的 事实上是有冲突 但我并不认为现在是在打冷战的 不过看到有一篇文章 还口口声声就说明 美国怎样赢得中国这场冷战 我觉得挺好赛的 所以想拿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当中民众一开授就说到 当年美国怎样打赢苏联的冷战 主要原因都是因为在国防 甚至乎在太空的武器方面 不停地跟苏联斗 令到苏联跟美国一样 花很多钱 就是大家斗这个高科技 也都因为这样 俄罗斯 英国和苏联当时 因为共产主义的关系 令到它的经济体系不胜负荷 也都无法跟它们以美国为首的 自由市场对抗 去到苏联晚期的时候 很多的连工资都发不了 给一些工人 将一个所谓的以工人的天堂 这种理想活生生的撕破了 因而也都因为这样 导致了苏联的倒台 现在就说世界已经进入了第二次的冷战 这次的对手就是中国 上次那次是阿拉斯加的 举行的中美高层会议 已经很明确地表现给大家看 中美之间的互不相让的态度 明显就是一个冷战的新开始 当中他也引述了布林肯 直施中国是威胁维污全球稳定的规则和秩序 而杨洁篇说 请停止在世界其他地方推进自己的民主 那几天后 过去中国还说 粉碎了香港民主制度 残酷折磨委员人 在南海又违反国际法 又帮助朝鲜 颠覆国际制裁 用武力 欺凌倫国 同时也展开了一个网络战争 和多次的间谍活动 真是屁股就屁股 这个是屁股而已 欺凌倫国请问哪个倫国 他没有这么说 他是不是说南韩 南韩原来给一些韩星 去赚几倍的钱 就要欺凌他 去韩国shopping 要欺凌他 去日本 去日本买了很多东西 又叫欺凌 原来给钱人死是欺凌的 欺凌一下我 可能就是这样 这篇社论也说到 他有三个主张 如何打赢新冷战 这三个主张 其实还好笑 他开手就这样说 这三个主张 可以说是 我们美国的秘密武器 第一个就是 用民族主义 自从中国领导人 放弃了正统马克思以来 民族主义一直都是 这个政权的合法性 是两个支柱之一 但民族主义解释了 北京领鄰国海域的领土主张 庞大的军备对台湾不断升级威胁 屡屡导致其他国家对其善意占失的现象 即使他想示好都没用 但是 坚定的民族主义 带来的问题 只会令到鄰国有反应 日本大举增加军备 将中国当成这个 头号对手 澳大利亚又采取行动的揭制 中国的影响力 虽然形势有点尴尬 另外 越南也越来越黏着美国 华盛顿根本都无需鼓励民族主义 从中受益的 只需要默默地 巩固好州对州边的控制 政府能够做合适的事情 重新加入这个 跨太平洋合作伙伴体系的贸易协议 而这个协议呢 去年就被特朗普撕毁了 他说到民族主义 这个我觉得非常好笑 中国现在有没有民族主义呢 有是有的 但是并不是那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 即不是你死我亡那种民族主义 是要寻求一种更好的生活 令到自己生活过得更好 就不是一种非理性的事情来的 即他觉得这样认为 民族主义一般在西方社会来看 就是一种对立性很对抗性的 最简单来说 就好像以前德国那种民族主义 即我指二致太战的时候是德国 白人至上的主义 这种就是西方人的民族主义 觉得他们的民族是高高在上的 其他的民族都是地底泥 但是中国人不是这样的 中国人有没有觉得其他的种族是比较低下的 而且还有民族优惠政策 我觉得很好事 中国提倡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过去的日子 刚才郑比士说到 那些民族是有优惠的 我们是寻求一个民族的平等 并不是那种所谓的大汉主义 没有这种东西 我认为是不能提倡的 你不能够用一种 鄙视的眼光去对待其他民族 对不对 但是西方社会一向都是这样 而这种理解到现在都未走出 所以它将同样的看法套到中国 因为中国都是走上这种民族主义的道路 在这方面很明显就是看错了 至于它说到所谓的什么 粉碎香港民主制度 香港民主制度没有被粉碎 不但过去的问题就是 有一帮出来的人 在搞暴动 在破坏香港民主 从而才需要修改一些漏洞 至于残酷折磨新疆维吾尔人 更加是无稽可笑 是毫无证据的指责 还有什么南海违反国际法 有违反国际法 你就仲裁了 是不是 那他们不是的 他们是派 联合很多不同的国家的军艦 派去南海游来游去 我这样叫做违反国际法 就是我中国在南海一些 领土的岛礁上建一些建筑 那又是违反国际法 自己的领土建一些建筑 是违反国际法的 至于朝鲜 朝鲜被全世界制裁 被联合国制裁 现在 中国的帮助 只是维持着他们的生命 帮他们钓盐水 你以为他们很发? 给他们很多钱 要不然 朝鲜到现在都不会那么窮 还说中国帮助朝鲜颠覆国际制裁? 如果是颠覆的话 现在朝鲜就发个猪头饼 不用这么多人捱过 所以也是傻的 另外 也说到用军事实力欺凌鱼国 攻打过哪个国家 也是没有的 至于说到网络战争 这个非常可笑 从来就不停地 经常指责中国 也没有实质证据 没有的 没有证据的 有时还要说朝鲜也有这样做 朝鲜的网络 都是极其差的 所有人都知道的 连到外国的 还有你刚才说中国发动过什么战争 美国发动过这么多战争 阿富汗 伊拉克 是吗? 罪利亚 那这怎么计算 罪利亚 是吗? 阿富汗 无端端暗杀了伊朗 别人伊朗的人 那怎么计算 好了 我们来说第二 第二 它认为 现在中国搞个人政治崇拜 好像自从毛泽东以来 没有像习近平一样的领导人 这样利用个人崇拜来巩固政权 某些方面 中国这种威权主义更加有效 面对新冠病毒危机的同时 比西方混乱不堪的治理 威权主义的效果 似乎令人羡慕了 但是习近平无法克服 超级集权 与生俱乐的弱点 一个拥有权力的越多 整个政权就更容易地创判的伤害 越努力投射出无害可激的形象 就越有可能隔掉一些 对听的信息 而且越是切断内部意义的渠道 就越能激气使徒震压这种意识形态上 和政治上的觉醒 习近平呢 制造正是 潮着一天可能会被 可能会破坏政权的批评者和敌人 最后一个 先讲回个人崇拜的问题 个人崇拜 有没有人当习近平是神那样拜呢 目前来看 我感觉不到 感受不到 习近平 直至习近平开始执政的时候 很多歪风 以前过往的歪风 尤其是腐败的问题 是改善了很多的 社会的建设 亦都是加快了进行 很多事情都纠正了 亦都没有被一些歪风持续发展下去 而这件事情 是广大的中国人民 都是切切实实感受得到的 这种就是所谓的有感 原来整治歪风 打压贪腐 对西方来说 对这篇社论的人来说 竟然觉得是一种个人崇拜 中国说什么 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都经常说的 原来这样叫个人崇拜 有没有人当习近平是神崇拜 没有的 你看不到的 习近平的形象就是 是一个 目前共产党政策的一个 代言人的角色 并不是一个崇拜 而且过往 习近平主政之后 很多歪风都纠正回来 这种才是最重要的 纠正歪风 每个人都想的 何来崇拜呢? 威权主义呢? 威权主义呢? 就更加可笑了 他们西方社会 就经常就拿这样的攻击 就是因为 就是习近平把这个任期限制 就取消掉 就是没有了 可以做完一届 可以再当选 可以再尝试可以做多一届 一路这样 如果人民仍然觉得 这位领导可以的 又可以再做多一届 是一个超大的集体领导 九千多万党员 不是几个人的小党 不是像你们西方社会 一般几百人 最多后面有几千个党员 几千个会员之类的一个政党 就说政党 一个这样的政党 就代表了所有人 而这个政党 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是九千多万党员的政党 它的代表性 是绝对比世界上 任何一个政党都要高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威权主义 一个代表性这么广泛 怎么可以是威权主义呢? 所以是这一点 他们也是看错的 威权主义呢? 人民生活越过越好 真的好笑 是啊 越威权生活越过越好 你究竟政府的职能是什么呢? 就是让人民生活过得更好 我管你是什么选举制度 但是西方社会就不是这么看 你看到这位社论的人就觉得 自由民主就是一人一票 选举 其实这种是很肤浅的提法 最后一样他说到 中国现在进行不断扩大的运动 目的就是规范监督 控制如神一样 至高无上的权力 也就是说 中国只能容许一种声音 中国领导人一直猛烈镇压精神和宗教运动 无论法轮功 伊斯兰教壮 全佛教和独立基督教会 因为宗教培养了不受政治控制的道德良知 但是 道德良知 是历史上没有任何政府能够强迫的事情 也就是什么方法采取宗教自由原则 是明知的 而且拜登应该在每一个机会 包括邀请达黎 喇嘛 和其他中国信仰的领袖 访问白宫 强调与习近平这一个本质的分别 这个也是最白痴的一个提法 第一 中国是有充分的宗教自由 只不过中国是有自己一套的规范 对邪教是没有自由的 而你在美国社会 对邪教是有绝对自由的 这个就是一个本质的分别 为什么邪教不能够有自由 就是因为邪教会 会害人的社会 会害人的嘛 就是你连害群之马 害人的朋友 你都容许的 那这个是你们美国的问题 你不能够因为这样 而竟然有一种 道德更加高尚的感觉 还要指责你 中国镇压这些 或者打压这个宗教自由 法轮功是邪教 是不能够传播 不能够谈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大部分人都知道法轮功做过什么 有些很不幸的事情 都发生过 我就不再重复了 至于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的自由度 在中国绝对比你们美国高 藏传佛教也是 藏传佛教也没有被打压 从来都是 而且是有发展的趋势 如果藏传佛教打压 整个藏传所有的喇嘛庙都没有了 为什么有些地方还越开越多 至于独立基督教会 他所说的就是一些地下教会 你那些地下教会不受 尝试绕过这个法律的规范 自己组织 这种当然不容许的 谁知道你在做些什么 万一你真的散播一些极端思想 在挑战社会的安宁 怎么可以这样做 但你们美国可以 你们美国可以 但是不代表其他国家可以嘛 美国过往真的每一天 过往发生过非常多的宗教 这些邪教所发动的一些罪行 但是 试过这么多次 美国人都是 就是美国的社会 也没有反思过这种问题 觉得宗教自由 是要给他们一个绝对的自由 就是他们关门房门 做坏事都可以的 所以就还有日本 什么麻原张房那些 是啊 这些你不看 你们自己不理 就说中国都不应该要理 不是吧 中国是要 大家要社会安宁 要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 就是要有些规范的 这方面也都是 从侧面 也都是保障一个宗教的自由 使得大家都可以 参与他们的宗教 就是每个人 所属于的宗教 因为一些邪教 其实某个程度上 就是破坏了 原本的宗教和 原本的宗教自由 所以打压邪教是绝对需要的 是吧 这三样的例子 你可以看到 就是美国媒体 就是美国社论 写这些文章 是真是狗屁不通的 完全是 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的 那个认知 是有严重的偏差的 也都没有很真正的 了解中国社会是怎么样的 为什么这么多人 现在中国共产党 那个得出来的 大部分的 第三方的民意调查 中国共产党的认可 是可以超过九成的 这一样东西 西方人从来都理解不到 谁政党可以做到的 请问 谁政党可以做到的 没有的 好了 我们这一节就说到这为止 我们下次回来说其他话题 拜拜